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朴廷华挑战Must 形成的一个精彩瞬间 这盘棋朴廷华是黑棋 白棋是Must 现在这个局面轮到朴廷华落子 那么朴廷华呢就在这里 靠住白棋这个无忧角 就是想高效率的围住左边的失控 白棋在这硬的也非常简单 先搬 然后呢再一立 黑棋再一飞 那么这个变化在高手的对局当中啊 经常出现 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变化 那么下一步 如果黑棋把这个字藏出来 很显然左边的失控啊 围到了五路 非常的充分 那么下面的白棋就需要处理这个字 首先白棋打吃不成立 争子 黑棋有力 如果白棋往外长的话 那么黑棋这一带有跳 甚至可以往外长 那么在这一带作战 黑棋占据着子力多的优势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啊 Must在这一带精彩的表演 首先Must在这尖冲了一个 看上去这一招棋非常奇怪 而且呢 非常的不着调 与这个白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呢 当黑棋必须要飞回去的时候 白棋在这里一飞 那么这两个字的棋形 一下子就变得华丽起来 让黑棋在这一带根本就没有办法硬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就从这里冲下去 这些黑棋还没有安定 如果黑棋爬回去的话 白棋这里一顶 黑棋虽然能从三路渡过 但是呢 白棋一沾 黑棋还要补棋 看上去这里的黑棋 全部都已经联络 但是呢 白棋这里又冲掉两个黑棋的下方 甚至呢 这里还有大飞 飞进去的下方 那么在这个角呢 白棋还能跳进去 实际上黑棋 左边这个实控的效率 非常的低 正是因为左边实控的效率低的原因 黑棋呢 没有从这里爬回去 实战选择了从这里贴出来 要对白棋进行反击 白棋如果长或者是跳 那么黑棋就在这一带贴出来 当黑棋从这里贴出来以后 这里很显然就给白棋 留下一个打入点 那么这个打入点 对白棋来讲啊 非常的严厉 那么 那么实战黑棋先搬一个 白棋搬 因为这一带白棋有段子 所以说呢黑棋选择了紧凑的连搬 白棋先打吃 黑棋站住 然后呢白棋退回去 有了这个子的交换 有了这个子的交换 黑棋居然没有办法争吃这个白棋 那么黑棋呢 那么黑棋呢只有从这里先冲 白棋往上一长 黑棋往上贴 白棋再长 黑棋先手交换 把自己这一带走得强一点 然后呢不得已还要从这里爬回去 不然的话 被白棋这样一挡 这些黑棋还没有安定 黑棋这个往回爬 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 白棋顶住 黑棋 扳过 这个时候这一带白棋已经走后 白棋呢还要先冲一顶 黑棋挡住 白棋呢再连接 黑棋不得已 还要不断 然后呢白棋 获得下手 抢占大仇 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换 这里的白棋变得非常的厚 而且呢还抢占了一个大场 那么Must就通过这一系列漂亮的手段 取得了续盘的优势 好这个精彩的瞬间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